艾莉的 那真的是入口瓶碗 大家好 我是貴婚 我們現在呢 在高雄的新達港 很多人都以為新達港是台南 我跟你講 武術喔 新達港是在高雄的鎖定區 台石新人旁邊 那新達港主要有遊艇觀光海洋產業 漁港生活 主題休閒 這四種形態的發展 那我們今天就來新達港看一下 它的漁市場有哪些熟食小吃跟生鮮海產吧 走 仙草綠茶 謝謝 我們先喝看他們這邊聽說很有名的果汁飲料吧 謝謝 外面有一間現榨海產喔 每次來人都很多 現在人排滿滿的 因為我有點懶惰不想等 這是什麼 鷹魚齁 這就是鷹魚啦 老闆請我們試吃的鷹魚 給他買幾樣來吃好了 還蠻好吃的 我要吃蚵仔 老闆我想要吃蚵蜜 我們剛剛先買了這間的榨海鮮喔 我們先試看看好不好吃 我剛剛老闆 老闆剛剛請我吃的一些鷹魚啊 柳葉魚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的那個熬魚劑是不是變比較小顆 所以它變成一整片的對不對 對 之前是半片半片 我們在等的過程中呢 老闆又拿了小管家魚蛋 這鷹裡面有魚肉啦 喔還不錯耶 還蠻好吃的耶 謝謝喔 掰掰 外面我不會給你 來 謝謝 掰掰 我們剛剛這邊買了五百塊的海鮮炸物喔 你看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在炸物的旁邊呢 你看到這邊奇異魚歐類呢 我們來吃看看好不好吃 謝謝 我們現在在狼腹水產喔 剛剛買了一盒手小卷 可是我還想買一隻龍蝦耶 阿有沒有七啦 有喔 有喔 好來來來 我們買了一盒龍蝦一盒小卷喔 等一下吃看看 我們今天是平日來喔 所以炭味呢會相對的有一點少 不過呢你想吃的東西應該都還是有啦 每次來這邊啊 都會挑這個烏魚子回去吃喔 都是固定會買這一間的烏魚子 這間烏魚子真的很便宜 而且很好吃喔 老闆我要買黑魚子啦 這個比較香喔 為什麼 它比較Q 比較香啊 比較Q 比較香喔 我們多買幾遍回家放著 放兩檔 我沒有要放那麼久啦 應該這樣就好了喔 這塊賣了嗎 這塊賣了嗎 我都不注意看耶 不像你們看看 你看老闆娘都會幫我們看 剛剛老闆娘說 你剛剛那個有點破掉了 他就幫我換別包 謝謝 烏魚子可以放滿久的 烏魚子可以放滿久的 那我也是習慣都買這一間的 有空可以過來這邊看看喔 黑鮪魚耶 你要講黑鮪魚嗎 對 你要黑鮪魚很像一般的 我們都用 因為想吃生魚片 所以過來這邊看一下 這一間呢叫做 滿溢生魚片 我來吃看多滿溢 這個多少錢 那個是500的 好好好那給我一盒 好 那裡面桌 現在呢在滿溢生魚片喔 那因為它裡面有內用 而且有本氣喔 鮪魚的部分好不好吃 這都是黑鮪魚啊 看看吧 你吃的嗎 嗯 嗯 你看真的是入口之化啊 這盒也是要100塊耶 這盒是整個冬的啦 我覺得好吃好吃 有五塊 真的嗎 真的嗎 哇 哇 它雖然沒有斷筋 可是你還是吃得到那種 還滿的油脂感 那個筋呢其實不影響你的口感啊 那今天滿溢生魚片呢 它是東港來的喔 它都要排造型的東港 都要東港 我們下一次就來拍東港吧 剛剛買的鮪魚 它沒有包蛋啊 它胡椒好香喔 所以我剛剛叫它胡椒比較多一點 可是它的口感我比較不愛的 你比較喜歡東港的對不對 東港的鮪魚我比較喜歡 它這個口感還好 沒有QQ的感覺 我喜歡QQ的鮪魚 鮪魚鮪魚 鮪魚鮪魚好像是鮪魚的味 好 可是你越咬一條 可是你如果咀嚼肌很大的 我先不要吃 一直吃越大 雖然很香啦 大糖 我比較喜歡吃 我自己湯的那種味 這種味道比較硬 因為它的味道的香味還是有一點 我比較喜歡在家裡炙燒 嗯 這真的是150% 就是這一片 頭皮肝是100% 它這個炸的味道是比較香 它炸的它比較香 可是 口感比起來的話 還是自己在家煮的比較好吃 炸魚卵 不要炸出口水的那種炸 有辣 你現在吃看看老鼠水可能要加 你看 它這個是水煮過後的 其實它是已經煮好的 那比我們上次在鵝仔鳥買的還要小隻 我們現在在鵝仔鳥買的肉大概是這個的兩倍大 所以才650 那這個 450 店家就算我們450 可是這樣吃起來感覺 幾水就沒了 可是鵝仔鳥買的 還可以吃三口嘴滿滿的 那我們就吃看看它 搞不好它們的比較甜喔 舒服地坦 我是比較推 小鳥的頭龍蝦 他們是說他們也活的 可是我吃起來好像很 可能是我比較不懂吃 我們來吃吃看狼腹的蛋小卷 它這個稍微有水準一點 這個是150 那以後買這個就好 你再到外面去看有什麼東西可以介紹 然後再做個結尾吧 烏魚籽實在是太便宜了 所以我打算要再多買兩遍 再買一下 買這個好了 買這個好了 拿兩袋好了 買完啦 這一趟蝦爹呢 也是我每次來都會跟阿姨買的蝦爹 阿你我要一個蝦爹 一個就好 對一個就好 走吧 我們現在來買大樹的花枝丸 這間花枝丸非常有名 就買回去吃看看吧 它一定只要290喔 很便宜 來到了 好啦我們已經從市場裡面出來了 旁邊這邊就有停車場了 所以很方便 我們今天是沒有買火海鮮啦 你如果是平日來的話 它火海鮮的攤販其實比較少喔 今天其實是禮拜五啦 我也 感覺應該要人再多一點才對 火海鮮的話 這邊平常會比較少 如果你是假日來 它應該攤販比較多的時候 旁邊有一棟兩層樓的建築 它有待客料理區 還有一些賣水產的地方 然後後面有廁所 廁所的旁邊呢 有一個用餐區 它有椅子桌子在那邊 你如果在裡面買完 沒地方可以坐著吃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那邊去 那邊用餐區去吃 其實蠻方便 用餐區的旁邊就是海了 可以邊吃邊看海 新達港呢就開到這邊啦 它其實有些東西還是不錯的 像烏魚子是真的很便宜喔 然後他們的花枝丸也非常有名 那蚵蝶耶 那個阿伯賣的也是非常好吃 我剛剛的那個狼腹龍蝦 我就覺得一般般 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話 你再買 真的覺得還好啦 可能對人比較不一樣 某些YouTuber來的時候 他是很傻的 要這樣吃好的嗎 不知道 好 反正呢 今天新達港就吃到這邊啦 還想看我開箱什麼美食 吃什麼餐廳呢 下面幫我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通知喔 掰掰 掰掰 Um quindi 然後